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里的曲不一定是指这里的曲 但是刚好讲到曲 我们就顺便说一下 《繁兰论》里面讲的曲 有四种曲 这个箭曲基本上有很多种的解释 直飞圣法为圣法 一般是箭曲跟戒镜曲 还有玉曲是比较简单 那么借俊俱一般就是我们说的非银既银非狗既狗 断三结 生见 借俊俱见跟赢 那这个有些就是我语曲 有时候又叫做生见 那这个跟这个差别又不太一样 这个有时候直言为我 那么他有所谓边见邪见的问题 就是把这个邪见就分得细一点来说了 那有所谓的这个曲烦恼 那他曲重点就是因为他有执 执着 贪着 执着这个无意 执着这个错误的见解 执着这个错误的修行方法 错误的观念 执着自身为我 那些像这样的种种执着都叫做曲 都叫做曲 那一般我们讲爱曲有 就爱曲 因为执着那么就有业 所以类似像这样 那只是我们说到这个曲 就顺便 那么来讲 从于他这里讲 不随使使者则与曲解脱 那么随使使者 那就为取所夫 他重点在讲这个 简单讲 就是凡所有的执着都会造成你的痛苦 那么所有的执着本身就是错误的 错误的执着带来痛苦的结果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这样 那么一切 一切以我为所的执着 都是错误的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所以 他讲 比丘白佛 知以世尊 就佛稍微跟他讲 佛讲说 若随使使者 则随使使 若随使使者 为取所夫 若不随使使 则不随使使 不随使使者 则与曲解脱 佛就简单这样讲 如果佛来跟我们这样讲 比如说佛 今天我们去找佛 跟佛说 我要学佛 希望佛为我说一下怎么修行 那像金刚经也是这样 就是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现在告诉我 运云而诸 云而降武之心 告诉我怎么修行 简单讲就是这样 云而修行 那么这个是很常见的问法 如果我们去找佛 佛这样跟我讲 我们用白话言讲 佛就跟你讲 你不要随顺你的烦恼 如果你随顺你的烦恼 以后就会因为你的烦恼而受苦 如果你不随顺你的烦恼 你就不会因为你的烦恼而受苦 我们用比较普通的话来讲 就是这样 如果佛这样跟你讲 你到底知不知道佛在讲什么 那对比丘就说 那知道了 好 那我已经知道了 意思就是 我知道怎么修行 那这个佛就跟他讲 那你真的知道 那你说来看看 他说 你云何以我略说法中广解其 那我这样讲你就知道 那你到底是知道怎么修行的 你说来看看 那是不是真的了解 佛要听他说 那你说不随顺烦恼 第一个要先知道什么是烦恼 第二个要知道 什么叫做随顺烦恼 那第三个才知道什么叫做不随顺烦恼 简单讲就是这样 说我们在理解一件事情 通常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有神 这个是佛教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有痛苦 那要先知道什么叫做苦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是苦 生老病死 用真爱别人求不得 苦苦坏苦辛苦 他先让你了解什么叫做苦 第二个 为什么会受苦 那因为业 因为烦恼 烦恼本身就是苦 那因为烦恼造业 业就不得不受苦 就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苦 那为什么会有烦恼 他讲这个就一直问下去 那烦恼从哪里来 烦恼怎么形成 烦恼怎么造业 好 这是一个 这一个弄清楚了 就表示 生死流转这一边清楚了 好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 那怎么样不起烦恼 那这个就是环灭这一边了 那其实 你看这个都是佛教我们的 怎么去看问题 怎么去思考问题 理解问题 然后怎么解决问题 那我们学佛就学这个啊 学佛就是学这个 不是告诉你答案 不是 当然也有答案 但是有些不是答案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思考的问题 就好像不是给你雨 叫着你怎么钓鱼 当然我们不钓鱼 只是举例 不是给你面包 是教你怎么做面包 教你怎么去获得这个材料 然后做这个面包来指你的饥饿 那不可以用抢的 不可以用偷的 不可以用骗的 那教你怎么开始做面包 面包怎么来的 怎么做 怎么烘焙 怎么吃 怎么才好吃 你如果能力强了 你不敢不但自己不会饿 还会让别人不饿 做给别人吃 类似像这样 这个就是神文跟菩萨的差别 那我们学习佛法 它也是这么教啊 那么你看它习惯就是 第一个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用什么方法 为什么 那佛也问他 那佛这样简单跟他讲 因为他只是略说法 略说法要嘛 那但是他就知道了 好 那佛就要问他 那么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知道的是什么 比丘白佛也 世尊 你看 不管所有的问题 癥结都在哪里 五蕴 六处 都在这里而已 烦恼的根源在哪里 你看他就马上回到烦恼的根源 去看待了 苦一定有苦韵 一定有苦韵 苦韵追究到最前面 一定是五蕴 五蕴再往前追究 一定是我简 五蕴就是我嘛 就是我简跟他那嘛 就是这样嘛 所以你才会形成 无明 缘起 这个道理出来嘛 所以见缘起及见法 见法及见佛 就是这样的道理 你就完全了解 这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它为什么产生这样的 从哪里来 你就知道要从哪里断 从哪里控制 好像那个城门 那个城门的那个关口在哪里 在那里派住人 守住那里就好了 其他地方就进不了 就从那里进出的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辨别 善的 恶的 好的 不好的 要控制的 不能控制的 就好像现在新冠病毒 在哪里控制 在机场就控制了 那么怎么样控制这些 让他不扩散 怎么样控制你的烦恼 让你的烦恼不扩散 那你就变成要追踪嘛 那一旦扩散了你就要去追踪它 它是从哪里开始的 源头在哪里 扩散到哪里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他把这个比丘 佛问比丘 那你是知道了些什么 我这样讲你就知道 你知道怎么修 因为接下来他就要去什么 独一进出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啊 那这里是独一进出 修不放异 那有时候就这样说 独一进出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那这里是独一进出 修不放异 那所以他接下来就要去这样修了 那佛要先问清楚 你确定你知道怎么修 你修的是不是可以真的解脱的 不随时使者 如果跟我们讲 我们会连结到五印身上吗 没有 那你不晓得烦恼还是从什么 从我见来的 烦恼是烦恼 你只是对峙烦恼 没有对峙到根本哦 因为你这个烦恼对峙了 那还起那个烦恼 这个烦恼对峙 以我见为主的烦恼 那这个就清楚了 因为烦恼都是为了我不如意嘛 我在意但是我不如意嘛 那么由这个我见为主的直取而有的 以我见我爱为根本 以我见我爱为根本 那么而有的烦恼 它是烦恼的根本 那你只是对峙烦恼就有点像 你只是对峙烦恼也是要 但是如果你一直只是对峙烦恼 对峙不完 就好像佛举个批译 那个人丢石头 那个狗都是咬石头 那个狮子不是咬那个丢石头的人 起烦恼的根源嘛 你流水 这水管破了 你一直去堵水堵水没有用 一直流出来嘛 你去把那个破的那个地方堵住就好了嘛 那这是处理那个地方嘛 水管破的地方堵住嘛 那这个重点就是好像合体溃了 要把那个溃掉的地方补起来 那你溃到到处溃 那你到处去堵水那没有意义 那你到处去压迫你的这个心怎样怎样怎样 那从那个我见我爱的那个源头下手 那我见我爱基本上的代表就是五蕴 就是执着这个色 执着这个受想行事 所以他这里就开始 你看这个比丘一听就知道了 知以世尊善事 世尊跟善事都是佛的尊称了 那他讲世尊 佛就问他嘛 那你知道什么你说来 广解其语你说来听看看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怎么修 那么色随时死 那这个死第一个死就是结死 第二个死是驱死 随着烦恼 随顺着烦恼 受到烦恼的意思 那么色随时死 色随时死随时死者 则为取所付 那如是受想行事 就随着我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这个色 根根尘 然后有我们感知到的 我们感受到的 随着我们的感受而起烦恼 随着我们对他的印象而起烦恼 随着我们的认知而起烦恼 我觉得这个很怎么样 我觉得你这句话就是在伤害我 我觉得你给我很不好的感受 好像就像这样 我就开始起烦恼 这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我们对应到我们的身心 什么叫做随时死 那么什么叫做随时死者 为取所付 如果我们常常观察我们的身心 你就会发现 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 就是随时死 就是为取所付 因为我感觉不对 我感受不好 我印象不好 我想了很久 那么我觉得这样不好 反正类似像这样 它不外乎是心里的一些反应 那这个反应是由 我见我爱为主而代起的烦恼 那么不外乎是贪嗔痴 不外乎是贪嗔痴 就是以我见我爱为根本 而起的贪嗔痴 扩展开来就非常多烦恼 这个五位基础法里面讲很多烦恼 怨恨 忌 肚 什么种种 秤 慢 这种种就非常多了 但收舍来就是贪嗔痴 好 那么这个都是从 所谓的社 其实就是五蕴身 对我们 我们照顾我们这个五蕴身心 那么随顺我们这个五蕴身心 而有的 所以它就把这个烦恼的根源 马上连结到哪里 五蕴里面来 那确实是五蕴 所以你照见五蕴 五我 五蕴皆空 去了我见我爱 你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那度一切苦恶是因为 你不起一切烦恼 因为烦恼是根源断的 很简单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那 佛简单讲 就是你不随顺烦恼 你就不会因为烦恼而生死 那比丘说 好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不随着 不随着我见我爱而有的烦恼 那这里的说法就是 色受想行事 不随色 色随时使 所以这个色随时使 受随时使 想随时使 如果我们分开看 我们就比较不容易明白 这色随时使 受随时使 想随时使 其实就是以我见我爱为主的烦恼 简单讲就是这样 好 那么你只要 有我见我爱 以我见我爱起烦恼 那么执着这个 执着这个我见我爱 执着这个我所 那么你就 你就会有生死 为取所付 世尊乐色不随时使 反过来讲 你如果不随顺 我见我爱而起烦恼 你就不会因为 我见我爱 我我所爱 自体爱 境界爱 那么这一些 而有造的业 而因业而感造生死 我们叫做业感轮回 那么 这个反过来讲 就是这样 所以不随时使 不随时使者 遮于取解脱 就怎么样 就能够从 这个束缚中得解脱 那如是受想行事 也一样 那如是世尊略说法中 广解其义 那佛问他 那你知道的 你说来听看看 因为他回去就要这样修 那确定他怎么修 是不是甚至知道 这个比丘讲了 这个佛就说 善哉善哉 比丘 与我略说法中 广解其义 所以者和 他又把他说的话想一次 那我们就不讲了 就一样 就把他 这个比丘所理解的这些话 再跟他说一次 确实是这样 就跟他证明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子 使比丘 闻否所说心大反省 离佛而退 回去之后 独在尽处 精勤修习 住不放异 精勤修习 住不放异 以 思为所以 所以就是所以然 就是为什么 就是他 佛说得了道理 所以我们常常讲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要找到那个问题的真结 解决问题的根本 那为什么这样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我们大部分都知其然 不知其受然 只知道要这样做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只知道佛这样说 不知道佛为什么这样说 那佛叫我回去念佛 我就好好念佛 佛回去叫我拜佛 我就好好拜佛 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佛 不知道为什么要拜佛 师父叫我回去 这个 这个 点香 我回去就点香 叫我回去买鲜花供佛 我就买鲜花供佛 不知道为什么要供佛 供佛的意义在哪里 你不知道 念佛的意义在哪里 目的在哪里 成就什么 为什么 不知道 那么所以佛法要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你不可以常常学 吴柳先生 好读书不求圣洁 那这样不行啊 那这吴柳先生 讨厌你 好读书不求圣洁 那以读书为乐趣 但是 不去了解他的道理 那你这个是你要 这个是你要修行的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知其然知其所以来 即使要除烦恼 你都要知道 为什么会起烦恼 从哪些地方起烦恼 为什么 可以不起吗 起了之后要怎么办 那么这些你都要弄清楚啊 所以 这个他讲 思维所以 善男子 出家 替除虚法 他今天为什么要 他常常想 我为什么要出家 而且知道这个怎么样修行 这个是重点 就是说 他这个 善男子出家 替除虚法 身着法 我信家为家 出家乃至 自知不受后有 那么 他依着这个出离心 不断地向善 向上向解脱 最后怎么样 那么 祭成罗案 心得解脱 他就 你看 他没有听什么呢 他都听 随时死者 则随时死 不随时者 则不随时死 他回去 他听这句 但是 后来佛跟他讲 他知道 是从五蕴 身心下手 不随着身心起烦恼 而烦恼 就是五蕴是心为主导 心如果随烦恼 你就随顺着生死 那心如果不随顺烦恼 你就不随顺生死 那么 他就很照顾这个心 那 因为 让这个心不起烦恼 心起了烦恼 他就去追踪这个心 为什么会起烦恼 去分析这个心 为什么会起烦恼 去觉察这个心 为什么会起烦恼 所以就进入 我们刚才讲的未患离 那么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无贪之无贪 无称之无称 断贪之断贪 断称之断称 浮贪之浮贪 浮称之浮称 他就进入这个范围里面 一般先吃 然后要怎么样 控制 我常常讲 修行就三个控制 三个过程 控制烦恼 调服烦恼 断除烦恼 控制烦恼之前 要先觉知烦恼 警觉烦恼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修行不外乎 是对治烦恼的过程 因为烦恼是一切业的根本 业是生死的根本 那生死是苦的根本 是这样 一切苦的根本 因为有这个生死 所以叫做纯大 身心嘛 身心就是有这个生死 所以纯大苦运聚集 那所以 生死的根本来自 就是一切苦的根本 佛法是离苦之道 一切苦的根本来自于 有这个生死之生 有这个生死 有生有死 生跟死之间一定有老病 验证会 爱别与求不得 一定有这些 好 所以这个是 纯大苦聚集 所以苦的根本 种种的苦 来自于有生死 生死因为有业 有业就有生死 有玉界的业 有色界的业 有无色界的业 你就会生玉界色界 无色界 你有三二道的业 你就会生三二道 不同的苦 同样是生死 时间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而已 同样是生死 同样有苦 苦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那你真的要离苦 你必须知道 苦因是什么 苦的根本在哪里 所以 苦的根本在有生死 生死的根本在有业 不同的业就造成不同的生死 业的根本在哪里 在有烦恼 烦恼的根本是在哪里 无名跟贪爱 就是以我见我爱为主的根本 终结来就是这样 所以你从我见我爱下手 我见我爱若没有了 那么 这个烦恼就没有了 就好像 那个树 树根拔掉了 它一定 一定不会再生长 那么 佛法 佛法就是这样教的 所以我们习惯了这一套之后 一旦发生问题 我们都 第一个 我们会养成一个习惯 第一个 冷静地看待 现在是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我们一直发现 人都会紧张 慌张 然后 就是什么 积不择死 慌不择路 忙休息 阿倫就开始这样 人家说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这样 你开始会很冷静的 现在是什么问题 先了解状况 现在是什么烦恼 比如说我起烦恼了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 为什么又常常起烦恼 烦恼中在家烦恼 没有意义 现在是什么烦恼 为什么起这个烦恼 然后要怎么解决这个烦恼 从哪里来的 根本在哪里 要从哪个根本上下手 这样做之后 会有些什么过患 或有些什么后遗症 有些他解决烦恼的过程 也会办法 因为一开始没有办法很圆满 即使佛要解决提伯达都 也不一定圆满 虚劳上要解决那一些 邪见的这一些比丘 也不是那么圆满 没有办法 世间本来就不圆满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是必当承受的 这个是必当经历的 那你也不会 你会承受 你也不会不甘愿 不会 但是你看到的是 未来可以这样离苦 可以帮助他离苦 那你慢慢慢慢就会 解决一件事情 你会很冷静 会有很智慧的 那么去解决 一开始可能不太圆满 渐渐渐渐会越来越圆满 越来越圆满 那么而且做完了之后 你很笃定 就是要这样做 那一开始还会犹豫 到底要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好不好 因为你马上做了 因为一定有 有所谓的好跟不好 同时会显现 这样做会引发 写什么过患 那样做会引发什么过患 不做 那你说都不要做 远也会有过患 那做也会有过患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一生常常在抉择当中 抉择当中 这一生常常在抉择 要做什么好 要说什么好 我要做怎么样的人 我要说什么样的话 有时候抉择错了 但是错跟对 有时候不是基于当时有的反应 而是基于这件事情 从因到果 那么它是怎么样发展的 那么你看清楚了 你在做事情 基本上就很笃定 那你也知道 就好像你吃药 这个医生知道这个药 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它很笃定 你这样吃几天之后 病就会好 那这些苦你必须要忍受 这些麻烦你必须要承受 但是之后就没有了 那它很笃定 那么一样 我们处理烦恼的过程 是为我们自己开药 自己做自己的医生 那这个药是佛给的 只是这样而已 那么我们依佛教导的方法来 那么会是要发现 在处理烦恼的过程 基本上也不会说 好像一天两天就好 不是 它有时候要好几天 因为我们的病都是慢性病 而且是比较重的病 没有吃那么快要好的 所以一体药 一个法 就是要经常的这样修 那你看这个比丘 这个比丘来问佛怎么修行 佛就讲到这一句而已 随时死者则随时死 不随时死者 随时死者则为取所付 不随时死者不随时而死 则得解脱 那它只是这样 回去它就根据五蕴 关照五蕴 那么从关照这个烦恼 警觉烦恼 控制烦恼 调扶烦恼 断除烦恼 就解脱了 好 那我们必须从佛法中 了解 别人怎么修行 为什么 那我们要怎么修行 为什么 好 然后再看过来 二十二经 二十二经是第七页 好 八十一页 好 讲到有一天 在奇远经社 这个时候 一样 有一个比丘 那么来到经社 那么问也一样 也是问一样 差别着 差别就是 这个就是阿罗汉记得不太一样 他有可能是一样的比丘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丘 那这个情况就是 因为这个是结集的 大家是召集五百阿罗汉结集的 那这阿罗汉送出来的 我曾经听过佛这么说 那么这个比丘记这样 那个比丘记这样 有可能是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但是大家记得不一样 阿罗汉的记忆力 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记忆力最好的是阿难而已 其他的不一定那么好 那这个 有可能是同一个比丘 但是大家记得不一样 有的多记一点 有的就是记少一点 那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丘 那佛跟那个比丘这样讲 佛跟这个比丘讲的时候 都讲了两句 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们也不能判别 是不是同一部经 不同的记载 或是不同 其实这样就是不同的两部经 就好像我们在这边讲这样 那边讲这样 讲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边多讲了两句 那边少讲了两句 也有这样子的 好 那现在看 所以他讲 所问如上 就跟前面一样 差别就是差在哪里 随时使 随时使者 则真诸数 若不随时使 不随时使者 则不真诸数 好 那这里有一个新名词 那真诸数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 这个真 有可能是 我们先讲 它有很多种解释 我们先来解决这个 真诸数的问题 这是一个比较 算是比较 复杂的名词 那因为它 语意不明 我们很难从字面上 去了解它的意思 在解说上 也有很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这个诸数 那么 这个数就是 我们说的 数取去的数 就是什么 就是轮回 那 就是轮回的众生 就你会有生死轮回 不断的生死轮回 叫数取去 不特接了 不断的生死轮回 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那么 在六道里面 有时候在天道 去就是六去 取就是入 就是堕入六道 其实就是六道轮回 就是不断的生死轮回 这是一种说法而已 就是我们如果从字面上来讲 真 就是堕入 堕 或是路 就是堕入 众生之树 众生就是树取去 那么 这个众生之树 就是堕入生死轮回的里面 所以叫做 珍珠树 那么这个树 是树 也有 也有这个讲 其实就是有情众生 六去 不断的受生死者 不断的生死轮回 这个叫做 择珍珠树 所以这里也可以讲 随时死 随时死者 择珍珠树 那么珍珠树跟前面 前面是怎么讲 随时死随时死者 择为取 择为取 所夫 那么这里是珍珠树 为取所夫就是什么 那么 受到业的束缚 那么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生死 因业又有生死 如果我们两边起来看 那么 这个 一样的道理 这个是第一种解释 所以 珍珠树 这个珠树 我们也可以讲 就是什么 凡夫树 堕入生死凡夫 生死轮回的凡夫 树取去凡夫树 就是 你就是在生死流转 你的凡夫 若不随时 不随时的不珍珠树 那么 这个在佛光大词典里面 也是叫做 增加流转轮回的次数 它变成这个数是次数 那也是了 有违法种种差别的名 就是你不断地生死流转 差不多意思也一样 那 另外一个 好 这个 维摩杰经也有类似这样的名词 维摩杰 手问尽 我们讲维摩杰经 维摩杰经里面 它有一段话说 佛生无为不堕诸树 看起来道理也差不多一样 佛生无为不堕诸树 就不堕有为 就是 所以这个诸树基本上就是 执着有为法而不得解脱 那么 因为它讲有为法有种种的差别 有这么讲 有为法有种种差别 所以诸就是种种 有种种的差别 所以名为诸树 顾名诸树 那么不堕诸树 就是它基本上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一样 就执着 执着这个有为法 生灭法 就不能得解脱 所以叫做生灭灭 极灭现前 执着有为法 有为法就是这个五蕴 执着有为法 而不得解脱 如果我们看这个后面的解释 它写 就是有八种相貌 能够会让众生 入生死凡夫的这样的状态 所以它讲 世俗言说 世夫世中 世夫就是我的别名 就是凡夫众生类了 就造作的人 造作者叫做世夫 你看它有 如是名 如是种类 如是足性 如是饮食 如是领受 若苦若若 如是长寿 如是久住 如是所有无量边际 这个叫做诸相 就是有为法的诸相 种种的相 这个叫诸树 它是这样解释 另外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就是 所谓诸树的解释 那另外 126经 126经在哪里看一下 126经 126经 第几页 他有一个诸树有没有 阿罗汉者诸树有没有 我们这里有一个诸树有没有 一百二十六月 一百二十六月 一百二十六经底下有没有 有一个阿罗汉者 非有他识史 非无他识史 非有无他识史 非非有无他识史 广说无量 诸树有没有 我们这里有一个诸树 所以这个意思看起来 应该就是 生死轮回 就不堕入生死轮回 简单讲 只是说 怎么来解释这个诸树 不争诸树 或是不入诸树 不堕诸树 是这样 这里讲的凡夫树 凡夫有种种的种类 如是名 如是种类 这个叫做诸树 如果因语解释的解释 种种的名称 种种的名 它是什么名 它是什么族 它是吃些什么 它是怎样怎样 这些 它是叫诸树 好 那这个是跟前面一样 是差别在舵诸树 好 那再看二十三经 他说有一天 佛在齐远今色 那么有一个比丘 那么从坐起 偏袒右肩 合掌 这写的多了一点 一般就是有一比丘白佛眼 那在齐远今色就是 有一个比丘都起来 那跟佛说 那么请佛为我略收法药 我文法已当独一进出 专精思维 住不放逸 那有时候多一个专精思维 有时候就没有 有时候不放逸 有时候住不放逸 那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翻译的人 有时候这样翻 有时候那样翻 所以善男子出家 替族虚法 身着法 无信家费家 出家学到 唯究竟无上犯恨 那这里多一个 献法身作证 献法就是献钱 就是他这一生 献身献钱 那么可以自身作证 自知自证 我身已尽犯恨以利 所作与办 这是不说后有 什么叫做解脱之见 得解脱 究竟无上犯恨 叫做得解脱 究竟解脱 出家得究竟解脱 那么自知自证 得解脱 我们白话讲 就是这样 好 那解脱的内涵就是 我身已尽翻译以利 所作与作之不说后有 好 这个时候世尊跟比丘说 非常好非常好 奴作是说 就是你这样的 就是你这样是非常 就是你真是有出离心 想要得解脱 那你来求佛为你说法 那么 我于略说法中 广解起义 当独一 进出 专精师 有祝福方圆 就是他请佛 为他说法之前 他已经说明 他为什么要来 请佛为他说法 他听了法之后 他要怎么做 他会怎么修 他已经跟佛说了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来学这个法 第一个 我出家就是要解脱的 那么我解脱 我要知道 怎么得解脱 所以我来请佛 为我所解脱法 那佛为我说了之后 我回去就好好修 那努力修 专精修 不放异修 就是这样 那佛听了当然高兴 就是随喜 就是说 那么他出家 他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出家 知道出家 要修些什么 要怎么修 要怎么样才能得解脱 那么他是很清楚的 那么佛就说 好 那么地听地听 三十年间 但未能说 比丘 非奴所应之法 疑速断除 你看他讲 这个讲得更简单 但是一样的道理 是一样的道理 非奴所应之法 或是所应之法 那么疑速断除 断笔法者 以易劳易 长夜安乐 那这个有一点像 白话讲就是说 不是 不是你应该做的 你不要做 好 那就这样讲 那你如果能够这样 那么你就能够从中获得利益 能够得解脱 以易劳易 长夜安乐 那如果是 我们去找佛 佛这样跟我们讲 非奴所应之法 疑速断除 不是 不是你应该 应该要依止的 应该要做的 你要赶快 舍离 一般我们说断舍离 那 如果是这样 那你会 你会怎么想 如果今天是你去问佛 这样跟你说 那 你能知道佛在为你说什么吗 我们常常读经都要这样想 如果换作是我 或是换作我是佛 我要怎么跟他说 换作我是那个比丘 佛这样跟我说 我会怎么想 我们常常读经都要 就是要换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是我 那我会怎么办 如果我这样做 如果是我 为什么我跟佛不一样 我说为什么我会想的跟佛一样 但是 如果我想的跟佛一样 为什么我现在跟佛不一样 那你常常要想这些问题 好 那 十比比丘白佛言 你看这个佛跟他讲 他就说 知已 我知道了 这也真正是厉害 那么 世尊 知已善事 那世尊 我知道了 佛就跟比丘讲 那你知道些什么 你知道了什么 云而与我略说法中 广解去 我只是简单的讲 你就完全的知道 那你知道了什么 那么比丘白佛言 世尊 你看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哪里 归结到五蕴来 设非我所应 疑数断除 受想行事 非我所应 疑数断除 那能够这样 以义劳役 常业安乐 好 那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那 那你就没有办法 就是 社怎么样断除 我这个身体怎么断除 我自杀吗 不是 那受想行事怎么断除 我都 我都麻木没有感受吗 不是 他是 那个贪爱那一部分 因为受想行 因为 你直取那一部分 一样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贪爱那一部分 因为社 因为受想行 是 而直取那一部分 不是你所应该要医治的 你不要随顺它 这个 非我所应 就是 不是我所应该要医治的 不是我应该要这样的 那就跟前面的你跟它配合 就是你 你随着烦恼 你随着烦恼 你就受烦恼所使 那么这里是你随着你的我见我爱 受受想行事不外乎是我见我爱 受受想行事不外乎是我见我爱的代表 那叫你断除 断除受受想行事 受受想行事怎么断除 没有办法断除 把眼睛挖掉 看不到 把耳朵弄瞎 把眼睛弄瞎 把耳朵弄融 看不到 听不到就好吗 不是 看到了 听到了 但是 不依五蕴而起 我见我爱 而分别执着 而贪嗔痴 没有 就是你这一部分要赶快处理 它并不是处理掉你的身心 那你就死掉就没有了 不是 重点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 全部都回归到身心的直取上 身心的贪婪上 所以它这里讲 色非我所应 就是执着这个色 贪婪这个色 分别这个色 就是受受想行事 那这个色是境界 那来自于受想 如果只有色那不是问题 如果只有色不是问题 受想行才是问题 受想行事才是问题 你怎么认知 怎么感受 有什么印象 你有什么决定 那么这些才是问题 这些才造作你的业 所以它告诉你 你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你这个揽着这个色受想行事 那不是你 你应该要有的 如果你真的要解脱 那么这个就是不是你应该要有的 如果你不想解脱 那这个就是你有的 如果你真的要解脱 那你不应该有这个 那所以你要移速断除 就好像说 你真的想读医学院 你真的想 你真的想做医生 那你不可以 整天都去赌博喝酒 那么你这个要赶快断除 不然你怎么有办法 那类似像你时间都浪费在这里 钱都浪费在这里 你怎么教学会 你怎么用时间去读书 你身体都差 你怎么样去做医生 那没办法 那么所以你如果想要解脱 那么解脱就是因为我见我爱 那么所以这个 以我见我爱而有的这些烦恼 要移速断除 所以这里讲的说法就是 色受想行事 非我所应移速断除 这个是我见我爱 事故事尊 我与事尊略说法中广解其 那我们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广解 但实际上它就是什么 回到问题的根本 我们常常讲 就是看到问题 那么找到问题的真结 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 那么把问题解决了 彻底解决了 那只是这个过程而已 佛言善哉善哉彼咎 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意 那所以者色者非奴所应 移速断除 这也就是对于色的直取 如是受想行事非奴所应 对于受想行事的直取 其实重点是这样 如果你要依这个文字的解释 就是色非我所应移速断除 那我的身体我要怎么断除 我的感受我要怎么断除 让它没有感受吗 让它看不见 让它听不到吗 不是 看到了 听到了 不应看到 听到 起虚妄分别 不应虚妄分别 起无名烦恼 其实是这样 佛也看到 佛也没有断射 佛的身体还在 佛也知道 也没有断射 他也知道这个是提佛达 这个是舍利佛 这个是阿难 他也知道阿难没解脱 也知道舍利佛解脱了 也知道提佛达 那个内心充满烦恼 他怎么没有事 有啊 那这个比丘在吵架的时候 佛也知道说 这个吵架不好 去劝他 告诉他们不要吵架 他们都不听 佛也就离开了 飞到森林里面去了 他也有啊 但是他不应这样起烦恼 他只是做他应该做的 那么不做他不应该做的 那么做了应该做的 没有得到他想要的 他也不会因为起烦恼 如果李王要屠杀释迦主 他也去半路阻止 阻止不了 他也不会因为起烦恼 他也不会喝着 也不会喝着琉璃王 也不会 也不会因为这样悲哀 不是 他有的 如果有的 只是感叹而已 感叹这个世间的人 哎呀 一直照应 那讲也讲不听 善根不具足 所以他没有因为这样 其实说像我们世间的人 哎呀 算了算了 没有 他会更努力 他努力让那一些 没有中善根的人 中善根 已经中善根的人 成熟善根 成善根已经成熟的人 得解脱 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 那这个就是什么 他并 他知道不是没有人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解脱啊 不是所有人都有善根啊 不是所有的人善根都可以成熟啊 所以他 他知道 但是 他 他努力去做 他应该要做的 他已经成佛了 那还没成佛之前 他就努力让自己的成佛 这样才能够度众生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所以者和社者非奴所应 一束断除 如是受想形式 非奴所应 一束断除 断除以 你真的断除了 断除社受想形式 就是断除这个 我见我爱 那么以一劳一长夜安了 你就能够从中莫得利益 长久的利益 就是解脱了 不再生死轮回 使比丘文佛所说 心大欢喜 离佛而对 回去之后 独一进处 精情休息 祝福放异 精情休息 祝福放异 施为所应 男子 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出家 那出家到底要修些什么 怎么修 这叫施为所应 那么这样修了之后 那么 真的 他就得解脱了 就是 他常常想 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出家 我出家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么 要解脱 那解脱 为什么要解脱 因为要离苦 生死之苦 那怎么得解脱 就这样 解脱的根本在哪里 解脱的关键在哪里 生死的根本在哪里 癥结在哪里 好 那 知道了 去修 那么 没有多久 你看 就正阿罗安 心得解脱 那么 这个在另外一本经里面 有类似像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 同一本经 读行本 还是另外一种说法 不知道 但是我们做参考 这个是 安斯高翻译的 佛说处处经 阿罕经 也有很多单行本 就是一本一本的 一步一步的 佛说处处经 信息就是处处经 这个是安斯高翻译的 那么 他说 他是这样讲 佛言 人说经 不在义多 就翻译的 人说经 不在 为多 就是你不是读了很多 叫多文 不是 是读得很深入 你对这一部经 反复反复 不断不断的 依这样去修行 就依这个法文不断的去修行 非常的深入到旧见 这个叫多 那不在为多 但问解会 我看一下 好像有点暗 我自己写的字有时候 我自己也看不清楚 但问 有点暗 解会 佛言 有时候我都吵写 有时候我看了很久 我有时候很懊恼 到底在写些什么 写到我 我连自己都看不懂 但问解会 佛言 不言 就是说 你不是读很多 你有没有懂 那这个也是一样 那我这样讲 你懂 你讲给我听 看看 你懂了什么 那佛会问 我这样讲你懂 那你讲给我看 你到底懂了些什么 对对对 是这样 是这样 那真的懂了 所以说像我们刚才讲 你读普门评 你懂了什么 观音菩萨讲这些你懂了什么 那有些人就 我还要去求保 那遇到困难 赶快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帮我度过困难 不是这样 一般我们解读就这样 不是这样 这叫你怎么解决这个困难 那么由比丘文之便往问佛 那么由比丘文之便往问佛 唯我说一要法 令我得到 这令我解脱了 令我得到 就是令我解脱 这个我写在这边 佛言 时间到了 这么快 下课了吗 我们把这个讲完好了 菩萨误默取 这两本经有一点点相近 似奴物变曲 比丘祭司念 天下万物皆非我许 独善四交 独善四交 那这个是他 佛说出入经 但是这个 这个还没有 还没有 就是 如果我们这样讲来看 就是应该是 应该是跟这个经一样 就是说比丘会想 那不是你的东西 你不要直取 也就是你不要去拿 那一般我们这样想 就是你不要偷盗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不要拿 请佛为我略收法 好 那简单讲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不要去拿 那我们如果理解成 那我就是不偷盗 不是我的东西 我不要拿 你在深一步想 那什么是你的 什么东西是你的 连这个五蕴身心 都不是你的 那这样就进入什么 进入无我了 但是他这个有一点点 用中国的这个思想 就是天下万物皆非我许 独善是家务 就是要行善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仔细来看 应该是非奴物莫取 那么这个好像 大致都认了 不知道是哪一个部落里面 有讲到 就是非奴物莫取 但是比丘回去想了之后 就想说 非奴物莫取不是我的 我不要去直取 那什么是我 什么是我的 有什么是我的 想一想想一想 没有一切东西是我的 那这样就进入什么 无我我所 就断了我爱我所见 气是这样 那这个是 再有所谓的佛说 有这么一本经 那好 那这个因为时间大 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到时候再把这个 再讲一次 讲一下 讲到非奴所应之法 一是断除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付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一个必须 得到 你知道吗 优优独播 疗 相互